我们再来看 素食有什么优点 好了 Speaking of the advantages of fast food 那谈到素食的优点 他还是用Speaking of 所以Speaking of 很多学生喜欢用谈论道 当然我们讲过很多的 这个也是不错的 像这个When it comes to 后面加名词的 对不对 这个也是很好用 同学可以采用一下 这个to是介细词 后面要加名词 这里后面就是名词了 素食的优点 他后面开始 第一个 The first one 这个one就代替advantage The first advantage is let 第一个优点就是 Fast food restaurants 素食餐厅 Spring up 这个Spring up 很多同学是不太会用的 这个Spring当名词是当春天 又还可以当弹簧 像你买那个弹簧床 这个弹簧就是Spring 那当动词用呢 Spring up就是如雨后春这个笋一样 很快到处都冒出来 英文就叫Spring up 就是到处都出现了 Here and there Here and there 就是到处的意思 到处冒出来 到处都设立了这个素食店 这是他的第一个优点 素食店很多 所以 因此 We can buy it 我们可以怎样 这是连接词 We can buy it It就指素食 Whatever 每当我们要吃素食的时候 不论什么时候 我们想要吃就可以买到 或者是 而且Whatever we go 不论我们去到哪里 都可以买到 这个语法很棒 写得很棒 Whatever we want 每当什么时候 任何一个时候 Whatever 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合理吗 你到处都可以 你只要想吃素食 就可以买到吗 12点你要怎么买 半夜2点要哪里买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 就有修改的必要 Whatever 你在荒郊野外 乡下的地方 会有素食店吗 你用的Whatever 就是到处 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这就不对了 那我们就要 会造成误解 那一定就要加 补充片语 来给它限制 什么时候 我们想要吃素食的 在什么时候 你上班的时候 就可以了 上班的时候 你想吃 就可以吃 那上班的时候 我们后面就可以添加 Whatever we want During在什么期间 During walking hour 或者是walk hours walk hours 就是工作的小时 那就早上到下午 这个工作期间 任何一个时间 你都可以买到 因为这个素食就开门了 那第二个任何一个地方呢 你也不能讲任何一个地方 你去哪里都可以买到素食 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在大都市 那就可以了 所以后面我们又还要再补充一个片语 in the big city 在大都市 我们用二好了 因为这没有指定是哪一个大都市 in a big city 你在大都市 不论你去哪里 要买都可以买到 这样就合理了 好了 我们碰到这样子的句子 有时候真的会傻眼 也不知道要怎么去修正才比较好 但是一定要很清楚 不要让人家误会 再来第二个优点 它用 它是对称写法 the first one 再来第二个 the second one is because 因为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 并且速食可以被制造 很快就被制造出来 所以我想那就是 为什么叫速速快速食物的一个起源 写法写得很漂亮 真的很不好写的句子 可是这同学可以写得很清楚 可是我们在深一层的来问 因为速食 这个食物很快就可以被造 这个被冻出来 所以叫速食 但是 我们考虑一下 你这一段是讲优点 那这个是速食的优点吗 你考虑一下 应该不是 这不是速食的优点 你要应该讲说 因为前面你讲的 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应该要讲说 很多的什么东西 很多在办公的人员 所以老师就这样子来 修改办公人员 很多都就点 速食来吃 为了要节省一些时间 可以用在工作上 这个 就是节省时间 这就是他的优点 所在 来我们修改吧 so 因此或者是 beerful 用so好了 比较简单 so 那同学可能会想说 老师 because跟so 不是不能同词存在吗 这个地方是可以 因为你有三个句子 这个句子连接词是so 这个句子连接词是because 前面还有一个句子 这没有连接词 所以这样子是合理的 三个句子 两个连接词 那后面内容就给他写下去吧 所以很多的 这个人们 我们就直接写人们好了 people 在哪里 工作的 in the office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order eat order是什么 什么意思 order就是 点菜 点餐 就会点数食 点数食 那为了怎样 表目的 后面就要用to 以便能节省一些时间 节省时间干嘛 用来工作嘛 为他们的工作 节省一些时间 就是full deal work 这样子 可能 会觉得 比较好一点 这个才是他的优点 可以节省时间 来做他们的工作 好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 再进入结论了 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优点 所以the first one the second one 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优点 is because 那是因为 这个你用is letter也可以 这是讲原因的 fest food restaurant 这是速食的 这个餐厅 pay close attention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是什么意思 密切的注意 非常的注意 the hygiene hygien就是卫生 卫生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叫 sanitation 这个也可以 这两个字都一样 都可以互换的 sanitation of food 食物的 什么 卫生 好了 最后一个 没有错 那么 原因就是 卫生 也很好 而且 工作的人 又可以省下时间 对不对 好 再来 到处 你都可以买到 这个 就是他的优点 所在 好 第一个部分 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